等一下再來講AI 我下學期會開一門這個課 軟體工程 我應該主要會用 JavaScript 和 C 兩個語言 來示範那些實物 可是這門課其實除了理論以外 還會講一些 讓大家實作真的把這些軟體工程全部做一遍 我現在最熟的大概就是 Node.js 然後用 JavaScript 但是我之前學過很多語言 不過比較主要的 有一陣子是 C Sharp 有一陣子是 Java 有一陣子是 Fast Pro 又有一陣子是 Pascal Basic也有 ASP.NET也曾經是 所以其實很多 但是到了 Node之後 我才真正踏進去接觸到軟體工程這一塊 那我覺得現在其實這個東西之前我不敢教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學校的人其實對這方面很欠缺 因為你沒有在業界跟人家合作 所以你對軟體工程的東西其實是幾乎很難學到 但是現在環境成熟了 所以你即使不在業界跟人家合作 這個東西你還是可以接觸到 因為你只要透過開放原始碼的方式 像 GitHub 來跟人家合作就可以了 那所以慢慢的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幾年在軟體工程上面的環境越來越成熟 那之前軟體工程常常給一些理論 但是卻用不了 那現在的軟體工程已經開始 我覺得光是用開放原始碼的方式 它就可以完全一整套實作 不是只有理論 所以我會開始覺得應該要開這門課 那這門課我是開在四年級 但是事實上太晚了 因為各位專題之前如果能夠學這門課的話 對你們的專題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就不會一個人在寫程式了 你可以一起 至少大家把這個模式都做一遍就可以開始合作 那 JavaScript 其實它現在透過 Node 它的軟體工程平台幾乎已經全部建立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軟體工程的開發工具 那第一個 軟體工程其實很多人覺得不應該一下子就依靠 IDE 所謂的 IDE 就是整個開發工具 譬如說你用了 Visual Studio 那這就是一套很強大的 IDE 但是一旦你用了 Visual Studio 之後你常常就回不去 沒有 Visual Studio 你就不會寫程式 這是一個兩面的問題 那你去看到很多做開發工程式的人 其實他們是不會依靠太強大的 IDE 不過有 IDE 確實方便 確實可以幫助你做一些事情 那像 WebStone 這是很有名的 JavaScript 的 IDE Eclipse NetBeam 那 Visual Studio Code 那注意 Visual Studio Code 不是 Visual Studio 所以 Visual Studio Code 其實是另外一版 只是它名字取 Visual Studio 的延伸 但是它的功能一直在把 Visual Studio 的原本的那些功能一直拉進去 那可是它的設計非常不一樣 那之前我在 Windows 就用 Notepad 加加加 然後 Subline 那可是後來發現 Visual Studio Code 其實是越來越好用 那這是 Visual Studio Code 的一個 它可以把整個資料夾拉進去 然後它可以開中端機 然後它有一些類似 IDE 的檢視畫面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做命令列索該做的事情 那我這個是在 Windows 切的畫面 如果你在 Mac 在 Linux 那你下的指令應該就是 Mac 和 Linux 上面的那些指令 那你可以設中斷點 然後按下甲重複號它就會出現分錯環境 然後按下綠色箭頭它就會開始執行 那如果你開啟的是整個專案資料夾 那它會產生一個叫 Launch.json 那它會自己拆一個程式 主程式 但是可能不對 你可能需要改 因為 JavaScript 沒有所謂的主程式 C元才有 main JavaScript 沒有 main 這個東西 所以它哪裡都可以執行 那設定好中斷點 就開始執行 就可以出錯了 那所以它有點像 Visual Studio 那它也有 IntelliSense 這種打扁下去它就告訴你後面可以打什麼 這種 IntelliSense 所以它很像 Visual Studio 的輕量版 那這樣 IDE 就有 那可是 VS Code 它現在其實有很多插件 那這裡是它的 Extension Marketplace 那我用的插件目前只有這個 Standard.js 那這個是一個我覺得還蠻有用的東西 因為對我來講 你知道我上次分享這個時候 就有很多人一進來 就是說一看到不能寫分號就不用了 因為 JavaScript 的每一行後面 通常你會習慣性打分號 但是事實上 JavaScript 的每一行後面的分號 通常是可以省略的 那有一些 JavaScript 語法 書的建議是你一定要打分號 那所以那些人很多就覺得 不寫分號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事實上後來我本來也是都寫分號 後來我覺得 其實不寫分號好像有程式還比較乾淨 所以用這種東西的好處和缺點就是 好處你會得到一個非常統一的語法 缺點就是它會受到很多限制 像三個等號跟兩等號 單一號雙一號之類的 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寫法 但是 JavaScript 很雜亂 那這是它的缺點 但是也是它的優點 因為彈性很大 但是寫法很亂 所以通常公司裡面如果有開發 JavaScript 會使用這種 JS hint JSLint 來限制語法 也就是說你怎麼樣寫 它會認為你是寫得不好 那它就告訴你那個語法有問題 那你可以自己用 JS hint 來規定說 我到底是要三個等號 還是兩個等號也可以 之類的 那你用這個來規定 那 Standard JS 就是它用 JS hint 規定了一整套完整 而且還寫了一大堆的插件 什麼之類的給你 那所以付出的代價就是程式碼要收更多規範 原本沒有問題的程式碼檢查之後 會發現一堆語法不夠好的訊息 那如果你這個用 Python 好像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 Python 它的語法幾乎都是固定 沒有兩種寫法 它全部都只有一種寫法 那有啦 有一個地方有兩種寫法 就是 2.x 跟 3.x 的 Python 光是在那個輸出的地方 就是有兩種 一直升不上去 就是這個原因 那式語言的話 其實它因為是編譯式語言 所以其實它已經編譯過一遍了 但是式語言還是會有很多種 稍微不同的差異的寫法 例如說你的大括號到底要 放在那一行的後面 還是放在下一行 對不對 這個其實你是可以透過 更嚴格的限制去限制 那 比如說你的 衣服 A等於等於B 那個等於等於前後 要不要空白 這種都可以規定 那所以如果你寫得不夠好 不符合它的標準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些 有一些語法錯誤的提示 或語法不好的提示 那這是安裝的方式 然後呢 你就可以安裝在編輯器插件 那我們是用VSCode 所以就安裝VSCode的插件 你就看到 OK 這是它的插件 然後按安裝就可以 然後你就看到下面這一個 如果有一些寫得不好的地方 那它就會提示 譬如說這個有分號 那就告訴你不要分號 這裡兩個空格不行 只能一個空格 然後這裡 這個 這個是什麼錯 他說Stream must be single quote 就是你用雙引號不行 要單引號 對 那這樣就把它統一了 那統一在看起來好處不大 但是在公司裡面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有些人就是喜歡把那個分號放在下面 有些人就喜歡把分號放在上面 那有些人註解的時候 註解寫一個訊號 有些人寫兩個訊號 那這種東西其實會造成大影響 因為你如果寫兩個訊號 你可以用那個DocStream去自動產生 API的那個help 但是你用一個訊號就是錯 DocStream就不會幫你產生 那它有一套標準語法可詢 就比較不會那麼亂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點 因為JavaSuite不只語法亂 它的那個內容有時候也是會亂 那所以你要去測試你的程式是不是對的 在Node裡面我們會用一套叫Mocha 那Mocha的測試框架 你就照這種方式寫 描述一個測試群 描述單一測試案例 然後去測試 然後你就只要寫好之後 然後安裝好Mocha 然後打Mocha 然後它就會幫你測試完畢 綠色就是成功 紅色就是有失敗 那這個就是做單元測試 那C的話呢 其實我最近也在看C怎麼樣做到這一套東西 那後來我發現其實現在C的這一套 也已經建構的完整了 可是C比較多樣 我們最後等一下會看到這個東西 Tavis CI 那它有C的版本 Tavis CI是一個做持續整合測試的網站 那你只要把你的GitHub跟它同步就可以 打開之後它就可以開始測試 那每次你Git commit上去它就會測試 那這裡支援了 C,C Sharp,C++,Cologeo,Crystal,D,Dart 夠多了吧 F Sharp都支援了 Groovy,Excel,Julia,JavaScript with Node,Js,Hizen 有沒有你所使用的語言不在裡面 所以基本上它已經支援了 Android的都有支援 所以它支援呢 應該算非常非常完整 那這裡他們所使用的方式是 然後這裡 你如果要讓它自動測試 你必須要 它會自動執行這三個指定 所以你必須要有你的Configure檔 然後你必須要有Mac 而且Mac裡面要可以做Test 那它就會幫你測試完畢 然後測試報告就會 在網路上而且會寄給你 那這個是你要去寫Travis.ym 那這個在Node上面我做過一遍 在C上面我還沒做過 可能最近會做一遍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對你們開發 如果你們要合作 它是非常有用 那Mocha它是 它是一種測試框架 但是它沒有限制測試的語法 那像這邊的測試語法 用assert.equal 這種測試語法叫做TDD Test Driven Develop 那如果你今天覺得TDD不好看的話 你可以用BDD Behaviour Driven Develop 那BDD就用should should be of什麼 should equal什麼 should have length of什麼 看起來就比較像自然語 其實我在想說 如果人造語設計成這樣好像也不錯 對 那你就 可是這種表示法 對 其實要表示其他的語句 可能要想一想 那這是有一個叫chai.js 它其實有支援這三種 TDD和兩種BDD 那這個是順手就可以了 那測試好之後你就可以用Git 放到Github 那最近我發現我很少看什麼程式語言的書 現在其實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那個語言 而是一堆開發韓式庫啊工具啊 你會不會使用啊 譬如版本管理啊 這些東西我覺得它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全球合作的這種架構都已經建立起來的情況之下 變得很重要 你可以想一下 你們寫程式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布過任何一個專案 那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使用這個專案 那不見得很多人使用 但是至少你要發布讓人家可以使用啊 對 那我們 我們在學校寫作業常常是沒有這樣做 但是其實你提早 越早做這個動作是越好 那你就可以寫一個程式很容易的就讓人家安裝 安裝好它就可以使用 所以現在我也常常安裝一堆 有時候你去找像拼音 我最近在 在需要一個 中文短拼音的功能 那我就去找啊 大概 在NPM和Github上面 大概就只有兩三個 這種程式 而且 基本上都是 大陸的那邊的人寫 因為我們不會用拼音吧 我都用拼音 那他們是用拼音的 所以他們很習慣 那我為了要做那個翻譯啊 那你把那個不可以翻譯的詞 乾脆就直接用音翻譯啊 小明你不可能把它翻成拒案吧 對啊 一定是翻成小明 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把小明翻成拒案 那太奇怪了 所以就會有這種 你需要做這種事情 那所以最後那些套件有沒有多少人用 其實通常很少 我搞不好是其中唯一的使用者也不一定 但是你就是 一Google就可以找到它 就可以用 那這裡 我們軟體工程上面 其實到現在一直到上傳到Gith和NPM 這還是不夠 就是你 通常你 到那邊其實都還偏向於你個人在開發的時候 那Gith是比較有整合開發 可是你要真的做到整合開發要包含整合測試 那整合測試的話就像這個持續整合測試 這是一個 一個 一個 算是 算是 前沿陣子開始提出來 然後 大概兩三年前 然後 然後後來變成 大家幾乎都這樣做 的方式 那這個是 就是 Travis CI 就是一個提供持續整合的網站 剛剛我們看到它的語言 那它可以按Github搭配 所以它其實 如果你使用Github的話 它會蠻好用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打開那些 你必須要寫一個這個 Travis.ym 然後去描述你的測試的TestSquid 然後描述你的測試所需要用到的套件 然後 Travis就會幫你做測試 用那個版本 用你那個版本 然後每次你推進去 它就會幫你做測試 測試它的測試成功的畫面 OK 如果失敗的話就會紅色 那它會寄給你 那這就是 你如果 把這一套通通都做一遍的話 其實 我覺得對開發程式而言 你的整個協作性 系統性就起來 那不只這些 其實這些還不完全 像最近我再看C1 有一些工具是JavaSuite的人 比較不會去做的測試 比如說 coverage test 涵蓋測試 什麼叫涵蓋測試 就是 你知道 一個程式 你寫完之後 不見得每一行都會被跑過 你一跑涵蓋測試 你哪一行沒被跑過 哪一行的跑是0 或者是每一行到底跑了 佔多少時間 總共跑多久 每一行的百分比是多少 它通通都可以幫你算出來 測試報告 那這樣子有一個好處 你哪一行沒被跑過 你只要那個測試案例寫得夠完整 你就知道哪一行沒被跑過 那你在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軟體品質比較缺乏 如果你有任何一行是從來沒被跑過的 萬一哪一間跑到那一行就大 萬一哪一間跑到那一行就大 你可能城市有一個bug 沒有測檔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會覺得其實軟體工程現在是可以在學校開了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第一個看到的 那最近我在看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還在找書 那我後來覺得 Aurelie的深入潛出那一本 應該是可以拿來當教科書 所以我 我後來看了一下這個內容 但是我還沒拿到這本書 我已經買了 那我覺得它的內容 而且看推薦是還不錯 可能如果 下學期開這門課的話 應該是已經開了 下學期開這門課的時候 應該會用這本書 那 Aurelie的書不會那麼理論 它會非常的實作 這本書的特色 這本書的特色 據評論是說 它其實是比較偏向使用 使用敏捷式的開發 但是所謂的敏捷式開發 跟傳統的大規模軟體工程的開發 有點不太一樣 現在敏捷式的海鑽 就是蠻多人用的 那傳統的模式 一個問題是 那個時間通常比較長 而且規劃之後不能修改 那會比較麻煩 可是不代表敏捷式一定都很好 可是它有一整套 像剛剛的CEI Continuous Integration 還有環本管理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跟敏捷式 這些方式會融合在一起 它有一套 考慮人的方案 跟考慮程式的方案 那所以你如果有這樣一個方式的話 當然你出去不見得每一個公司 都會採用同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公司採用的方式都不一樣 可是你在Open Source裡面 大部分的人都採用這種方式 你一旦進公司之後 公司也有可能採用這樣的方式 就算不同 你很快就可以上升 只要你Open Source這邊 能夠弄得熟練 其實到哪裡應該都沒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們下學期會開RAMC 那這邊我們就先 謝謝你們